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白 晚上任灵叔的欢迎会 我在门口等你一起进去吧 听你也可以不容许的 我帮她谈成了美国公司的代理 受邀不去总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俩分开走 我还要跟她解释 好吧 我知道了 彤总 您的车放头下了 你来的时候我可能还要用一段时间 你先开我呢 这么开心啊 大兵力啊 领导我有事 立会帮我往后退一个小时 好的 去忙 我们是真心地想跟谦书合作 真心想合作 所有合作的条件 合作方式 跟之前谈的一样 大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只不过 为了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我把你们的提成提高了 提高到了百分之七十 当然 忠实所有的违约金 我出 这么好的条件啊 我应该没有理由拒绝 谢谢 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不了解 我认林树这个人做生意的 凭的是自己的眼光和能力 我没兴趣了解你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让我卑躬屈膝地 去捡你扔在地上的钱 我向你找错人 抱歉 失败了 谁让他去找任林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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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姐的意思是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打电话叫他回来 就算忠实迟早被他败光 也得等我闭眼之后 就知道你不会早一分钟出现 赶紧进去吧 任林树都到了 脱吧 好看吧 陈总 欢迎来上海 请吧 这样 我们先去吧 我打个电话 好 等一下 你拍了照片想要给谁看 你说呢 要看你了 看你想怎么解释 比如说你是想 跟阮文君解释一下 这姓叶的是谁 或者是跟姓叶的解释一下 阮文君是谁 或者我去帮你解释 你选吧 决定权在你手上 如果你希望大家过得 都不得安宁的话 我不介意去找钟老聊聊 你究竟姓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要不是因为她的话 我早就把你我的关系公之于众了 看看到底谁 是那个监工死 所以佟总 你觉得我应该姓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姓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 你走了 你你自己姓什么 好吧那就都不重要 因为我觉得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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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佟总 您家里的床 应该比这里舒服吧 不用一大早在这里补觉 还有 站车位这件事情 真的不太适合你 你刚叫我什么 佟总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都是什么佟总 我是你老公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了 不要再来找我 葛曼君你想离婚是吧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金姐 我们结婚了 你怎么知道 你你不要这事情 儿子 我不是 acquitt 你 你 也 那些什么 我给你带手 你带手 你带手 就是 我在律所门口 有事 你出来 或者我进去 就要给我看这个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已经离开他了 以后这种东西不用再给我看了 可你还爱他 你爱上了一个根本不能给你幸福的人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爱的人 也没有办法给你幸福 但我们很相似 跟我们都一样的古董 有着一样无助的过去和现在 不是吗 对 所以从最开始 我就真心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 可是现在呢 一切都变了 我看了 你还不像全国人 你还想要 你这样子 把他担心 são 我把你箭跑了 你想跟我离婚什么 那你等我死了吧 不要再假装痴情了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前两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 那个女人 才是说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女人 所以你就是相信她也不相信我是吗 还是你跟我离婚就为了跟她在一起吗 前一阵子你们两个江边到底说了什么呀 对 对 就是因为她 我才要跟你离婚的 满意了吗 好 好的 资料我已经交给林秘书了 谢谢程律师 阮律师 你好 阮律师 季东 我能耽误你两分钟时间吗 原来她开的一直都是你的车啊 可不吗 要是她开自己车你不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你不知道 佟总最近的情绪特别低落 有业家的帮忙 有业家的帮忙 公司的状况应该好多了吧 看来你俩之间真的是有误会 是 确实是 是叶小姐帮助同时得到了签署的投资 但是佟总对于洪业的态度 可一直都是始终如一的 你想想啊 如果佟总答应跟洪业合作 还会被忠实牵制得这么被动吗 你说你现在你俩关系闹着 把自己搞得那么难受 她要真铁了心跟你离你就离开 你能别说了吗 不是 你要嫌我烦 你可以自己回自己家呀 我还烦呢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吗 我现在一回家里边 我脑子里面全是她的影子 我又替你憋屈 一边躲着你妈 一边逼着叶杰拜 就想跟人家阮文君在一起 人家还不会要呢 我就是说了一句气话 没想到她真去法院告我 想离婚是吧 想都别想 我现在才是要娶老婆 婚礼那天我又要你了 反正我也不想祝福 我认为我她是老婆 我认为我跟人家说的 他得到这个话 你偏见不得了 我说要是什么 你才能破细了 你才能破细的 我这些人 我认为它是老婆 你得到这些人 你才能破细了 你怎么知道的 每一年的今天 父亲都会买一束白玫瑰 把自己和花儿所的书房里 母亲一个人在房间流泪 我和姐姐躲在被子里面 不敢出来 怕他们吵架 一整夜都不干事 每一年的今天 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手来源 那是你们应得的报应 崇罗 其实我刚才说这些 我是希望您可以知道 我们跟您一样 因为钟阿姨的理事而难过 这束白玫瑰 一半是代表了父亲的心意 另一半是代表了 我们母亲的建议 你保重 如果林陆云不知情 你真的打算跟我合作 和遗憾 我没有让您看到我的诚意 其实我的打算并不止如此 我是希望有一天可以 向钟阿姨和父亲合照 这可以让境界有所安慰 让她不再说自己是个孤儿 你果然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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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老 您相信血浓于水的力量吗 当我见到境界那一天 我就觉得她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确信她的身份 因为当时我发的悬疑启事上面 只有曼君一个人的照片 可是我收到的信息 却只有境界一个人的照片 若非是知情人 谁会这么做的 境界说得对呀 她早就藏不住了 真的好笑 我还遮遮掩掩的 钟老 我敬重点 但是你知道吗 每当境界对我怒目相识的时候 我的心里有多痛 她毕竟是我亲弟的 我觉得这一切的 应该怎么该结束呢 如果您真的可以接受的话 我愿意去说服我母亲 我可以把同事还给您 我只希望您可以保留同事的名字 就可以让失去丈夫的母亲有所安慰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很清醒 随时等你回复 好 孤单 好 这么说她都告诉你了 对吗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还以为我可以瞒天过海 滴水不漏的 结果呢 我竟然在一个娃娃面前演猴戏 我真的是白活了 我不早就跟您说过了吗 这事瞒不住的 您有什么时候 真的听过我说的话呢 我不就是您最后一张地牌吗 该用的时候就用了 为什么要藏着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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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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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没干吗 你没干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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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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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为什么骗我 要不是我把你骗回来 你恐怕现在呢 被他迷得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 忠老我敬重的 但是你知道吗 每当静杰对我怒目相视的时候 我的心里有多痛了 她毕竟是我亲弟弟 我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向钟阿姨和父亲合葬 这可以让静杰有所安慰 让她不再说自己是个孤儿 可能是我真的错了 好了 今天不醉不归 来 别喝了 别喝了 你们不喝 我喝 你不要喝了 回家陪你喝喝喝 你干吗呀 现在是下班时间 袁总 好啊 你还记得我是你老板是吧 那你就得听我的 现在跟我走 干吗 袁总 她说她是我的老板 袁总 您这些天陪您未婚妻 买钻戒 订婚纱 辛苦了 不用惦记我 我忘记了 你喝酒了 给LISA打电话让她来接你 LISA在哪儿呢 谁在哪儿呢 你给我回来 戴姐姐你闭嘴 我回来 你喊死我了 你喊得我有假不能回 戴姐姐你发业的 戴姐姐你发业的 teria呀 你听到我了 我认识不是吗 我认识是吗 我认识的 我认识是吗 我还是要给你帮你帮忙 我认识是吗 她是和我哪里 我自然还有一点 我认识是吗 我认识是吗 我认识是吧 我已经让老林 把陈妻调回来了 金河以后就交给你了 他的发展全靠你了 不要再说我 限制你 你有什么本事 你可以完全发挥出来 只有一条 从今以后 跟同事 不要有任何瓜葛 就是最后一条 我没听太明白 什么意思 等你在金河历练完了之后 在商场上立住了脚 我就把中事 全交给你 以后你跟同事 桥归桥 路归路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您是不让我再夺回同事了 对吗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给不给同海珍做儿子 你永远都是我中立涛的外孙 都是唯一的继承人 完全不需要跟那同卓瑶呢 去争那个瘦的皮包骨的什么同事 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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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 你不愿意的话 你回来留在中事 在我身边好好地学 我已经决定了 冷静一下 再告诉我 既然你们所有人都不在乎我的痛苦 不在乎我的不懂 那就让你们所有人仰视我的辉煌吧 二十年 我不是想证明什么 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 我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金河和中事 你选一个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刘总 我要给你喝个高 来 来 坐这儿 喝了 我给你拿点水啊 刘总 你来 你拿人头破了 你输了 那你姐 你替她发脚 发脚 是 是我 你 戴性杰 嗯 他们俩在一起吗 刘总跟戴性杰 一直都在一起啊 你还听到什么了 什么都听到了 难道说 戴性杰跟刘总能共管的事有关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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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你把刘总藏哪儿了 你把刘总藏哪儿了 是不是你让刘总 我用同事的钱 你现在除了跟我说这些屁事 或者童琢瑶的事以外 已经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 我现在需要知道刘总在哪儿 请你告诉我好吗 我现在需要知道刘总在哪儿 想知道刘总在哪儿是吗 好啊 打开董卓耀 告诉他你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告诉他你爱我 喂 等我跟他离完婚 我就跟你在一起 曼君 听清楚了吗 没错 我就是因为喜欢上了他 所以才要跟你离婚呢 这样够了吧 我问你啊 你们在哪儿 你好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对 就是因为他 我才要跟你离婚呢 你猜他会不会很崩溃 我猜会 现在可以告诉我刘总在哪儿了吗 你刚刚并没有告诉他 你很爱我 今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之前处处维护我静姐去哪儿了 不是说好了吗 要一辈子做好朋友的 对不起啊 你也来了 你想来当面找刺激是吗 我要你亲口跟我生的 你不乖来 对不起啊 你刚才在电话里面说要跟我离婚 就想要跟他在一起是吗 没错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你迟早都要跟别人结婚的 没有资格来挂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行了 别再用你的痴情掩盖你的虚伪了 你敢发誓你们对洪爷一点企图都没有吗 你敢吗 你们有必要回答 没有人想找他 现在这儿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样才可以不再跟他纠缠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刚才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何必要重复呢 要是我们一起锁的话 在巴黎 他早就做出了选择 我这大半夜的还饶不饶人睡觉 东东 你说你不爱我了 就是想要离开我是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军大人等你给我回来 等你接近别走 我回来 你害死我了 我说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去找刘宋了吗 她人呢 你跟戴静杰一直都答应你啊 你还听到什么了 什么都听到了 你不是去找戴静杰了吗 戴静杰真的跟刘宋在一起啊 戴静杰 痛苦癌 满静杰我 头好运进程中 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 你要我怎么说 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唯一能帮你做的事情 就是帮你去找个人结果 结果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恨我自己什么都帮不了你 所以只能把你让给别人 我明明最近很难受 我锡有了 学校假着自己根本就不在乎你 强迫你跟我离婚 我 stake 不 我又没有 不 我又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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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哪儿 我只是在哪里 ar 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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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美好的爱情 都是个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我也不懂 其实之前我恨他们两个 为了公司 毁了我幸福的家庭 我曾经一度认为 他们两个就不该拥有彼此了 但是后来当我不断地面临选择 当我知道你为了我而离开的时候 我慢慢懂 我慢慢懂了 受人的服务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